走進來呢 外面就有一些商家可以買東西或是咖啡 那進來的話這邊是200公尺左右 那這邊就有聽到那個步步的聲音 應該就是在附近的 他說 心事說出來 讓我們來關心你可能是害怕有人 就是想不開跳下去喔 這個還蠻有意思的 好 聽到聲音了 趕快去 哇 蝙蝠洞瀑瀑 它在台南的南西區 當你停好車之後呢 大概只需要走3分鐘左右的時間 就可以到這個地方 那沿路呢 你就會聽到 非常非常清楚的河水的聲音 吸引你一直走進來 那這邊進來呢 會有兩個景色 一個呢 就是現在看到的瀑瀑的景色 它有10公尺 另外一個呢 就是在瀑瀑旁邊的蝙蝠洞 那這邊的水呢 非常的特別喔 你從下面呢 往上看 你會看到呢 有一個像天井一樣的景色喔 有人說這個很像是台灣的感覺喔 走到這個蝙蝠洞瀑瀑瀑呢 會感覺這個瀑瀑呢 就是被森林包圍的感覺喔 那這個瀑瀑你會覺得好像是一個小秘境 可是又非常的好到達 當你到這個瀑瀑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它瀑瀑的水 打在這個河流上面呢 見取水花的分托金 聞起來呢 就是好靜好舒服 那這個蝙蝠洞呢 很多人都說 它已經沒有蝙蝠了喔 那這個神秘的蝙蝠洞到底有沒有蝙蝠呢 我今天看到了好幾隻喔 所以它還是有蝙蝠住在裡面的 那對我們來講的話 它就是非常親近大神的一個地方 謝謝大家